如果面线像这种卡住的情况下 我们第一步把这个手芯片打开 然后将底线拿出 将底线取出 如果线还卡着的情况下 我们先把这两个螺钉取掉 我们底线卡住了之后 将这两个螺钉取下 然后我们将它撬起 撬起之后我们把盖板拿掉 盖板拿掉之后 我们将这个缠绕的线清理出来 然后把这个锁壳拿掉 清理掉所有缠绕的线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锁壳 这个地方有一个横前面 我们将这个横前面对着这个宋布牙 一定要对齐 对齐之后 我们将我们的盖板这个地方朝下 然后将它放好 一定要把它整个放下去 放下去之后 我们要试一下 我们的这个锁壳 黑色的锁壳是不是转动的 如果不是转动的 那就是对的 如果转动的 我们重新按照刚刚的那个步骤 再重新装一遍 将这两个螺钉固定上去就好 一定要拧紧